原来不穿裤子的小天后邓紫棋竟然美到天际!难怪网友看了都说,以后不准穿裤子上台。 邓紫棋实在太火了,地球人都知道,那个小嗓门一开口,整个小宇宙都被融化了。 可是偏偏外表清纯美丽的她,年纪小小却如此火爆,但是G,E,M,唯一的败笔就是爱穿小皮裤。 难道她自己不知道她的腿短,大腿很粗吗? 邓紫棋还是很迷人的,特别是邓紫棋的金鱼嘴,很有救护力哦!看住就想亲一下。 可惜摆就摆在衣品上面,让广大粉丝那个吐槽吐的啦! 下面,我们来看看邓紫棋穿皮裤前的造型,确实是大腿非常的短,而且非常的粗哦! 感觉就像火腿一样,瞬间拉低了G,E,M,的饭。 下面,我们来看看邓紫棋不穿皮裤后的造型,天啊! 瞬间女神美呆呆了有木有,感觉突然间就变成了天使。 看来咱们的小琪琪可要尝点心了! 本来那么活活的! 别再因为穿衣和衣品而掉粉形象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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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n,出生于上海,是一名香港创作歌手。2008年7月,以16岁之零出道,取得香港各大乐坛颁奖礼新人金奖。2012年,发行专辑XPOSE-ED并夺得香港It be全年最高销量香港女歌手。2013年,评级XPOSE-ED驻为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。 成为入围金曲歌后最年轻的女歌手。2014年,因参与中国湖南卫视歌唱竞赛节目《我是歌手》时的亮眼表现在大中华地区迅速走红。同年3月,获第27届QK美国儿童选择奖最受欢迎亚洲艺人。同年5月,登上福布斯中国百大名人权力榜第91位。 4、5、2015年更攀升至第11位。 6、2015年初,邓子柒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,自弹自唱七次创的歌曲《多人都要在一起》。 6、2015年7月,未满24岁便完成80场个人演唱会。 7、8月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演唱会。 8、同年11月,在英国伦敦温布立体育馆完成第73场,也是最后一场XXXLive世界巡演。 6、2016年初,福布斯公布2016年全球30岁以下最具前置音乐人名单30。 Under 30,邓子柒唯唯一在榜亚洲音乐人,9、10。 2016年11月6日,邓子柒奪得第26届MTV欧洲音乐大奖,EMA,最佳大陆地区及港台地区艺人。 11、12、2017年初,邓子柒二度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,唱山歌《歌从离将来》。 2017年5月28日,25岁的邓子柒在Queen of Hearts世界巡回演唱会,武汉展完成了人生第100场个人演唱会。 在2018年1月17歌曲《光年之外》MV在YouTube网站达到一亿次观看次数。 初到至今之唱片公司及经理人公司为《风鸟音乐》。 集团 十三